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就位法師 就位菩薩 王 御徒佛 王 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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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講到最後一講了齁 第四堂課了齁 在講到進入這個課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我在帶著我們三學院的法師 讀師父的圓絕經 我們師父很早期講圓絕經 那講到圓絕經的時候就講到有關於 師父就講了一個故事 我想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網路上的菩薩們 師父在圓絕經裡面他就講了 他說 在古代有一位老法師 平時是非常的平易近人的 可是只要有人請他請法 有人請他出來說法的時候 這個老法師一定一跑 跑離距離他寺院很遠很遠的地方 然後要求 就是要請他來說法的人 就是要抬轎子 去很遠的地方再去把他抬回來 他會跑很遠喔 盡可能那個老法師 他平常是人很隨和的 可是只要一有人請他說法的時候 他一定是跑到非常非常遠的地方去 然後他要求他講經說法的時候 所有的供養都要最好的 飯菜也要煮的是最好的 那那邊的菩薩們就覺得很奇怪啊 老法師你平常就不是這種作風啊 怎麼搞的 每次請你講經說法的時候 你就故意這麼刁難我們 你不要這樣刁難我們嘛 那你們知道老法師怎麼講嗎 他說佛陀這個大法 如果您有一分恭敬 你就能夠從這邊得到一分的利益 聽法 法是非常的稀有難得 如果你就是躺著也可以聽啊 然後什麼樣子 邊聽法邊做其他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法對你來說根本一點都進不去 就是太容易得到的法 就像你看達摩祖師跟二祖慧可 慧可為什麼在外面跪了那麼久 達摩祖師都不跟他說法 為什麼 因為這個法是達摩祖師其實那種 用他的生命啊種種 就是這麼千辛萬苦去求來的 這個大法 所以要學這個大法 其實還是要有一點 還是要有一點 就是那一份恭敬的心啊 不管是不是恭敬的心啊 當然還有其他的勇猛心啊什麼 所以這也是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聽法的時候 法怎麼樣能夠入你的心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 就是在聽法的時候 用一份恭敬的心來聽 所以有時候 我是剛剛才去看一下 上個禮拜大家的留言 因為上個禮拜結束之後 我就一大早就去了一趟韓國 所以也是昨天才回來 所以沒有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可以從大家的留言裡面 就是看到一些訊息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我們的第四講 所以我想一開始先把師父講 在原覺經裡面講的這個 聽法的一個態度 就是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有時候我們法可能聽很多 可是會發現到 它跟我們的生命 沒辦法結合 所以有時候 我們都要稍微做一點 奇怪為什麼聽法聽這麼多 連用都沒辦法用 那到底把法變成只是一個知識 那就是變得很可惜 法應該跟我們的生命是怎麼樣結合 如果佛法只是變成你一份知識的時候 其實那個不太需要學 因為知識越多你越散亂 越散亂 與其如此你乾脆就去做別的事情 OK 那我想再問一下 你們回去到底有沒有做功課 回去到底有沒有做功課 大家都不太敢講話這樣子 至少我們說整個修行是內修 你自己要內修 內修就是我們說你回去誦經 然後你就是回去拜燦 禮燦 那我們從第三堂課開始就一直在問 你回去有沒有做了慈悲洗舌 慈悲洗舌 其實這個要時常 你要把佛法變成是你生活上的一部分 其實你背後面就要有一個理念在 那個理念就是你碰到所有的人的時候 你這樣子比方說慈悲洗舌 四個字你可以馬上跑出來 你跟所有的人應對 因為人是這樣 人是很健忘的 課程上一上可能就忘記了 可是你只要記住這 稍微很短的四個字 慈悲洗舌 你碰到人你就會知道說 慈 我要娛樂 看我能夠幫助他什麼 洗看到大家很歡喜 大家能夠離苦得樂我都很歡喜 就是捨掉全面所有的 不要去執著所有的心 那個就是了 那我們上個禮拜其實 到最後還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要測一下你的心 到底有沒有那個力量 就是說你晚上睡覺之前 問一下自己 這一輩子到底有沒有遺憾 到底做了沒啊 看樣子都沒有遺憾 不知道是都沒有遺憾 他們還是根本都沒做 你們知道嗎 在藏傳裡面 他們有一種修行的法門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實際上上課也講給學生聽 他們就是一整天的活動裡面 會拿那個白石頭跟黑石頭 動了一個不好的念頭 就擺一顆黑石頭 動了一個好的念頭 就擺一顆白的石頭 到晚上睡覺的時候怎樣 就把這個石頭全部都摊出來 你們說哪一個石頭比較多 對一定是黑石頭比較多 可是不管黑石頭還是白石頭 只要它一發現到 那個都是好的 那為什麼我們也不回去玩一下這個遊戲 我們如果想要測一下 我們就用紅豆跟綠豆好了 也沒那麼多石頭 紅豆跟綠豆這樣 你測一下你一天 紅豆是表示白葉 綠豆是表示黑葉 那你看你晚上 要睡覺之前 你把那個綠豆撒出來 看哪一個比較多 我告訴你 絕大部分的人可能 撒出來只有兩三顆綠豆 只有兩三顆而已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我們一整天 其實都是在一種 沒有正知正念的一個狀況下過日子 這是很危險的 非常危險 不管你看到白石頭還是看到黑石頭 白石頭還是黑石頭 你只要一發現這都是好的 最怕的是你根本怎麼樣 一整天這樣子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一輩子又一輩子 這是最怕的 所以佛法跟我們生命你怎麼結合 其實聽法可以多聽 可是你背後一定要有一個理念 那個理念就是讓你怎麼樣 你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用的 佛陀講的這八萬四千種法門 其實自己修行很簡單 可是你要能夠接引眾生的話 就是在經教上面 修行上面還在下一點功夫 那再花一點時間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次去韓國 最主要是聖團派我們去做水路法會的交流 那因為他們的水路法會只有一天 他們是北水路 我們是南水路 稍微去了解一下 可是去到那幾間寺廟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很深的感觸 就是佛法如果沒有人去弘揚正性的佛法 去教大家怎麼修行 當佛法只是一個很單純的 停留在一個信仰的層面 信仰是第一個層次 我覺得也很好 可是它應該可以再更好 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會那麼虔誠的去信仰 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 這麼好的法 他們對於所有的法 都只是覺得是消災超減 或者是 其實對裡面的內容根本都不清楚 不知道法是可以拿來用的 只是一直希望 能夠家裡人更好 大家都能夠更平安 他們對未知因為都不清楚 所以會變得很虔誠 那這也是讓我感覺到說 師父在他三十歲的時候 就在講金燦佛式 應該要怎麼來辦一場金燦佛式 就讓我覺得能夠跟上一位 就是這麼好的師父 真的是很有福報的 尤其是大家都在同樣 這樣一個道場學習 就是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好來我們繼續進入下來 我們這個禮拜要講到第四堂課 前面從第一堂課我們在講 倡迴法門 稍微把倡迴法門的重要性 跟大家講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所謂的禮佛 大倡迴文 就是這一次我們真的要講的 所謂的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 因為他的整個儀軌的編排 跟他的編者這個人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人就是不動喪失 他是一個密教的一位法師 所以整個儀軌的編排 其實是怎麼樣 是屬於 裡面有屬於密教的部分的 一些編排的儀軌的方式 他一開始先禮贊 禮贊諸佛的身心功德 就是大慈大悲民眾生 他最主要在講 事無量心 慈悲息捨 佛陀就是修這慈悲息捨 所以這還怎麼樣 修這事無量心 所以他向好光明怎麼樣 一字眼 向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八萬四千種光明 自然而然 你修慈悲息捨 這些怎麼樣 自然而然怎麼樣 莊嚴自己的身心 然後這就是讚嘆一下 一則是讚嘆 第二個是怎麼樣 讓我們眾生可以學習 我們說 我們修學佛法 其實不是只是 喔 原來佛陀 佛陀當時候他成佛的時候 其實他在菩提術下 就講了這麼一句話 其哉其哉啊 眾生皆具 如來智慧得相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的啦 一開始佛陀就這麼講了 只要我們照著佛陀的腳步來走 你看佛陀是怎麼修這個法門 慈悲息捨 這也是告訴我們 一個修行人沒有慈心沒有悲心 不明為修行人 這下就開始歸一三寶 在歸一三寶裡面其實怎麼樣 裡面我們就開始鼎禮 鼎禮完之後 請了這些八尊佛 八十九尊佛來幫我們做證明 來幫我們做加持 上個禮拜我們就開始怎麼樣 要Follow 來加持什麼 我以前所做的種種的錯 我們所做的種種的過錯 然後再來是什麼 道三寶物 有沒有 大家可能 對這個道三寶物 可能是最有 最有這個印象的 因為大家都在三寶地裡面 可能不是有意 可能是無意 可能也是因為以前不懂 沒人講 我一直覺得 道場應該要講一些戒律的課 我還是想講 所有的菩薩們來道場修行 來道場 都是希望能夠如法如律的 只不過是怎麼樣 可能也沒人講 或者是也沒人 因為這種課都會比較枯燥一點 所以也沒有人來聽課 我有沒有跟你們講說 我三月份去 去美國的時候 那個菩薩是怎麼跟我講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好 很有概念 因為大家都受同樣的戒律的話 那就是同樣的秩序 大家在這個地方就會非常的安全 我覺得非常好 那完了之後 我們皈依三寶 把諸佛菩薩請來了之後 開始怎麼樣 唱悔自己 以前所做的怎麼樣 五逆重罪 道三寶物 還有什麼 史不善道 對不對 還有有附長 沒附長的 全部都發錄 那你們或許會說 啊 法師 法師 我可能有一些 我自己做的 裡面沒寫到耶 有沒有 有啦 應該也有 它其實大概都寒瓜了啦 可是 這是祖師們幫我們寫的 照理講 我上個禮拜 有出了一份作業給你們 我說你們回去好好的記錄一下 其實你們做錯了哪些事情 不用讓任何人知道 可是你稍微做一點記錄 那你做一點記錄的時候 看看自己有沒有那個勇氣怎麼樣 去說道歉 去懺悔這些罪業 如果你還是沒有勇氣 就表示你的吧 你的心的力量還不夠 我們在第一堂課在講 滅罪 滅罪 有沒有 你懺悔了之後 怎麼知道 你自己有沒有滅罪 滅罪有好幾種方式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 滅罪是那件事情就沒了 不是 不是的 所謂的滅罪 它是藉由你做錯事情 你好好的用功去加強你怎麼樣 你那個心力 可是你以前中的那個因 你還是要去還那個果 只是你在還那個果的時候 因為你怎麼樣 自己努力的修行 你有那個什麼 力量 比方說 你現在身上一塊錢都沒有 你欠人家一百塊 你根本沒有錢還人家 可是因為你怎麼樣 你欠人家一百塊 可是你很努力修行 你怎麼樣 你積聚到你有一千塊 所以他跟你要一百塊 你覺得太簡單了 隨便都可以還 應該還的 跑不掉 應該還的 跑不掉 所以不要有那個概念說 以為滅罪就是指那件事 沒了 這個不符合佛教講的因果 那件事怎麼樣 你欠人家一百塊 就是欠人家一百塊 只不過你因為 你知道你欠人家一百塊之後 你怎麼樣 你好好的修行用功 賠福 怎麼樣 好好的修行 做很多的善事 所以你一直累積你的資料 哇 你有 億萬元 你億萬元才欠人家一百塊 你可能怎麼樣 加倍再還給他 佛法修行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以為你拜呀拜呀拜 拜 拜到後來 那件事沒了 那不符合因果道理 因為已經種下那個因了 甚至未來你到西方極樂世界 不要以為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那件事情就不會發生喔 不是喔 你還是要回到索伯世界來的 那我們參為完之後 那都是個人的事 參為完了之後怎麼樣 開始要發大怨 就是開始要怎麼樣 參為是自己的事 我們人呢 這一輩子在這個世界上 能夠在這個 生而為一個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福報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珍貴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你怎麼樣運用你這個身體 你這一輩子短短的可能 只有一百年的身體喔 怎麼樣讓你的生命發揮到極致 才不會枉費你來 不是來出家 枉費你來 你來 就是身為一個人喔 在這邊我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以前我們師父師長告訴我們 他說只有出家人才可以完全 完全 真正沒有後顧之憂 完全的奉獻 我以前都聽不太懂這一句話 我記得我那時候才 開始在辦 我們法谷山的水路法會的時候 我真的忙昏了 然後忙 那時候 那天正好是宋劫 然後我記得那天晚上 我要去幫義工上一個課 說的法師穿袍大衣都往佛堂走 只有我一個人跟他們反方向走出去 可是你們知道嗎 我在跟他們反方向走出去的時候 我好感動 感動什麼 我發現到如果我沒有來出家的話 我的生命是不可能這麼充分的發揮 如果我沒有來出家的時候 從眼睛一張開一直到每一個過程 就那個感覺我突然非常的感恩 感恩我的生團 感恩我的師父 就是給我這個機會 甚至感恩我的父母親 願意讓我怎麼樣來出家 那同樣的你們也是一樣 在家居室也是一樣 你怎麼樣讓這個有限的生命 怎麼樣做一個充分的發揮 這個充分的發揮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利他 生命的價值在這個地方 所以 前面懺悔過完之後 請三寶座加持 懺悔過之後 再來怎麼樣 你要發大願 發這個大願做什麼 你怎麼樣去利益 成就一切眾生 那發大願 學的就是學誰 學普仙 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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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面的這個劑子 其實全部都是什麼 從華嚴經裡面的行願品 擷取出來的 所以正發這個大願 這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要來講的 願其實要學普仙 學普仙 普仙 普仙 發的十大願 其他真正裡面的內容只有八個項目 可是這個八個項目裡面 有事 有理 今天這個課程到後面來講 應該還算是蠻重要的 我們來逐一的來看 我問一下現場的菩薩們 你們回去到底有沒有做功課啊 都不敢講話 到底有沒有啊 有喔 下次我知道了 下次我知道了 我來參加 來上這個法國獎堂 我應該要給你們設計一張功課表 你們有來到現場的人 就交給我來批 欸 我的學生我都會批喔 嗯 我知道了 下次 如果還有下次的話 我一定要設計一個功課表 我每次全部交過來 然後我馬上批 就可以知道 否則我這麼問你們都不講 我在上課是一定有功課的 比方說 你回去做慈 你這個禮拜做慈 你碰到什麼困難 你怎麼做 你為什麼看到這個人 你都沒辦法起慈悲心 原因是什麼 你就讓你自己去一次 這個才叫修行 你們知道嗎 而不是你在那邊拜佛 懺悔叫修行 那叫輔助修行 真正修行 就是你在生活 日常生活之中 你的慈悲跟智慧 有沒有辦法怎麼樣 發揮出來 這個功能發揮出來 這個才叫做修行啊 不要弄錯了 不要弄錯了喔 好 來 我們 直接進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 這十大願 是哪十大願 我們來看 第一個禮敬諸佛願 我們來看一下 禮敬諸佛 從地願開始 它總共有八個 我們逐一的來做說明 第一個是禮敬諸佛 佛教中普賢十大願 第一個就是禮敬諸佛 其實這就是告訴我們 修行要先從禮敬 禮跟敬這一項開始 那其實在法華經裡面 其實把這個禮跟敬 做得最好的 其實就是禮敬諸佛 他不管他是一個法師喔 他看到任何一個人 都會邊拜邊說 吾不敢輕於乳 如等皆當作佛 其實這是禮敬的一個 最佳的一個典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禮敬諸佛 我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失止 我已清靜生與意 一切片里盡無餘 普賢恨願微神力 普現一切如來前 一生復現差成生 一一片里差成佛 這是什麼意思呢 十方跟三世 十方跟三世這是什麼 一個宇宙觀 空間跟時間 所有十方就是指一個空間 十方就是無量 十方世界中 三世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一切的人失止 人失止指的就是佛 佛 我已清靜的生與意 怎麼樣去頂禮 遍禮所有的諸佛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蜜樂日八的傳記 蜜樂日八的上師叫馬爾巴 蜜樂日八他們學蜜教的人 要一直供養你知道嗎 那不見得是上師需要 可是怎麼樣 他就覺得我千辛萬苦 學到了這個法 怎麼可以讓你好像 水水便便就來學這個法 所以你要來學這個法 你要來供養 用你全部的力氣怎麼樣 你所有的東西都來供養 那馬爾巴有一次就問 蜜樂日八要去跟馬爾巴 學法的時候 馬爾巴就問蜜樂日八說 你拿什麼來供養我 然後這個蜜樂日八就想 哇我以前學黑法的時候 都馬是人家 要我去學還給我一堆東西 想不到現在要來學這個法 是我要去供養人家 他說他就想想怎麼辦 我兩手空空 要拿什麼東西來供養 結果後來蜜樂日八 不愧是蜜樂日八 他就跟馬爾巴講說 我用我親近的什麼樣 身口意來供養全部 供養我的喪失 這才是最上最盛的供養 對佛陀的供養也是這樣 因為今天我們會來講到供養 很多人都以為供養就是 沒有杯子 我們供養一個杯子 等一下我們來看的時候 你們可能就想到說 原來供養它有分為好幾個層次 什麼樣的供養 我們應該要 尤其是已經開始學佛了 應該是怎麼樣的供養 才是最好的供養 其實用你親近的身與意來供養 就是最好的供養 一切片裡盡無餘 普賢恨願威神利 這麼多 也就是說這麼多的無盡的空間裡面 有這麼多尊的佛 普賢菩薩因為它是八地的菩薩 它根本不用現神通 它可以普現一切怎麼樣 如來前 因為它的一生可以怎麼樣 腹現怎麼樣 岔成生 它修行已經修到這樣的 你看像我們要頂禮這一尊佛 可能比方說我們跟師父學法頂禮這尊佛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去 在同一個空間 就沒有辦法去到另外一個空間 去頂禮另外一個尊佛 可是你看普賢菩薩不是喔 它可以一身腹現 岔成生 一一遍禮 岔成佛 所有的佛怎麼樣 它全部都去怎麼樣 頂禮 禁 我們來看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去禮禁這諸佛 師父就告訴我們 作為一個菩薩道的修行者 對於諸佛的功德 是必須要恭敬禮拜 它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感恩 感恩教化的功德 所以怎麼樣 佛恩難報啊 我們說要報恩報恩 這個佛恩 三保恩是很難報的 第二個是怎麼樣 見賢施起 就是說我們在禮拜的時候 第二個是見賢施起 佛陀怎麼樣 他可以成佛 佛陀說過了 我們每一個人如果怎麼樣 好好的努力 我們也可以跟他一樣 所以怎麼樣 我們也要好好的 好好的踏著這個佛陀的腳步 怎麼樣 繼續往前走 第三個是祈求怎麼樣 佛陀的加持 整個修行的過程 修行的過程要有兩種力 一個叫做自力 自力一定要 另外一個一定是佛力 那個他力其實就是佛力 佛菩薩力 你不要以為 只要你自己就OK了 很多時候其實 我們是沒有那個智慧走過的 其實有時候 祈求一下 諸佛菩薩的加持 有時候真的是怎麼樣 很多事情就比較容易走過 像有時候 我們腦袋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因為我比較習慣背金 邊走路都邊送金 就金音味都背起來了 有時候走走走走走 送送 突然哪一句忘了你知道嗎 我都邊走邊 送金鋼金跟普門品 很好玩 結果送的時候 比方說 奇怪下一句是什麼 想不起來喔 你們知道嗎 就合個仗 稱念一下 那麼本是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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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辭 勇解如來真實意 欸 你們相信嗎 旅士不爽了 那句話就記起來了 真的耶 像我們在讀戒律也是啊 有時候就是怎麼讀 奇怪 這到底在講什麼 因為那個環境已經差很多了 你知道嗎 古代的環境跟我們現在的環境 然後祖師你看唐宋 道宣律師那時候的環境 跟我們這時候 其實有時候根本讀不懂耶 讀不懂就怎樣 先放一下合格掌 承念一下道宣律師的名字 欸 有用耶 請他加持耶 或者承念一下 又破裏尊者 怎麼樣 請他加持耶 否則怎麼樣 有時候師父講什麼也聽不懂 承念一下師父的名字 你們一定會說法師 你這樣子好迷信喔 我告訴你們 不迷信 就是至少那是一個 宗教的一個信仰 你對你的祖師 你對你的佛陀 這個 你對他有那份信心 那個就是怎麼樣 祈求他的垂敏護念 讓你的 也就是說你在做的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腦袋轉不過來 其實在撐念這些聖號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突然會通了 這個也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或許大家會講說禮敬諸佛 那法師 佛陀已經入滅了 那我們現在禮敬諸佛 到底是禮敬哪裡 或許有人說 啊 就是佛殿嘛 佛殿要去禮敬嘛 對不對 我們拜佛都在佛殿嘛 這個是從最外向 然後另外一個你們一定會說 欸 那禮敬諸佛 我們再更往裡面一層來看 禮敬諸佛 喔 你們一定也會說 法師 因為眾生都是未來佛 所以我們對所有的眾生都要禮敬 對不對 是嗎 是嗎 我們從一層一層的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們知道嗎 在經典裡面告訴我們什麼 在正義阿恩經裡面告訴我們 見緣起即見佛 見緣起即見佛 在道感經裡面告訴我們 若見因緣法 比即見法 若見因緣比即見法 若見於法即能見佛 那請問一下主委菩薩 哪一樣東西不是因緣法 我現在拿的這支麥克風 是不是因緣法 是 你現在坐著這個椅子 是不是因緣法 是 我現在用這個帽子 是不是因緣法 所以我現在開這個門 是不是因緣法 所以你在開所有的門 你在走路啊 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因為它都是因緣法 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 所以我們要禮敬所有的諸佛 所以為什麼 我們說我們對所有的 一切有情無情怎麼樣 所有的事物怎麼樣 都要禮敬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從最外在的 我們可能看到的是 在大殿的那一個佛像 那個藥 我們是藉由那一尊佛來怎麼樣 開啟我們內心的佛 再慢慢的佛法告訴我們 所有的眾生都是未來佛 所以對所有的眾生都要怎麼禮敬 再慢慢的往下一層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是緣起法 建緣起即見法 建法即見佛 所以對所有的東西都要禮敬 如果我們有這種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讓那個門這樣 砰砰砰砰砰 走在路上 就好像大象在走路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這樣 對啊你們知道嗎 曾經 我不知道在哪裡看到 佛陀走路都怕地會痛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話 走路都怕地會痛耶 所以有時候 就是剛去出家的時候很好玩 有時候跑啊做什麼啊 就會想走路像大象一樣 砰砰砰砰砰 所以這都告訴我們 這心粗跟心細 其實就是有這樣的分別 這個就是第一個 一則禮敬諸佛 禮敬諸佛院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它從一個最外在的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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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維繫 讓大家知道 所以這個佛 不是真的是 從印度時代的 2500多年前的那尊佛 到佛入面之後所有的佛像 甚至大聖佛法講 法華鏡裡面講 其實每一個眾生怎麼樣 未來都會成佛 眾生都是未來佛 一直到所有的東西 因為都是所謂的緣起法 所以對所有的東西都要禮敬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概念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禮敬 可以讓一個人變得很謙虛 可以讓一個人變得很謙虛 這個是第一個禮敬諸佛願 第二個是稱讚如來 其實或許大家會講 佛陀還需要我們稱讚嗎 不需要 不需要 其實諸佛如來的功德 其實不需要我們去讚嘆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修行佛道 發菩薩心的菩薩 為了殘陽佛陀 諸佛如來的功德 為什麼要去讚嘆如來 其實就是鼓勵眾生怎麼樣 信佛學佛 所以要讚嘆 在我們的生團裡面 也有一句話是這麼講 若要佛法興 唯有生讚生 唯有生讚生 我相信在家居室也是一樣 佛法要能夠興盛 就是彼此要做一個讚嘆 把好的怎麼樣 努力怎麼樣 弘揚出去 所以必須要多處自己怎麼樣 努力修行佛道 殘陽佛的功德 讚嘆佛的功德 這樣大家怎麼樣 接引大家這樣來修學佛法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稱讚如來 於一成中成術佛 各處菩薩眾會中 無盡法皆誠亦然 身性諸佛皆充滿 這是一個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在講說 在一粒微塵裡面 一粒微塵的任何一個突出點 上面都有微塵數量 都有很多很多的諸佛 而且這諸佛跟他的弟子都坐在裡面 坐在裡面做什麼 說法文法 像這樣的十方世界 每一個世界的每一個微塵的任何一個突出點上面 我都相信怎麼樣 有無量無數的諸佛 我對這麼多的諸佛怎麼樣 都一一的怎麼樣去讚嘆 一一的去鼎禮 那各以一切 其實這個就是在講說無數 無數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一支卡通影片 叫做賀頓 賀頓 大象 賀頓大象 他就叫賀頓大象 他其實那支卡通影片在講 華眼的境界 他就在講一朵花裡面怎麼樣 就有一世界 一朵花裡面怎麼樣 就有一尊 就是有一世界 這個世界裡面就有什麼樣 跟我們這個世界其實是差不多的 事實上不是只有一朵花 一粒微塵裡面就有一世界 他這一段話最主要就是在講 一成中就有陳述佛 而且這陳述佛裡面怎麼樣 佛啊菩薩嘛 都在裡面說法聽法 那無盡法界成亦然 就是是什麼 其實是什麼 法界裡面都一樣的 身性諸佛怎麼樣 都充滿的 那要怎麼樣 各以一切陰生海 這個海 通常我們因為海非常的深廣 我們都是用海來形容 來讚嘆 各以一切陰生海 譜出無盡的妙焉詞 進於未來一切節 讚佛聖身功德海 就是來讚嘆怎麼樣 讚嘆這些諸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在一粒微塵的任何一個突出點上 都有如微塵數量的諸佛 諸佛跟佛的弟子們都坐在其中 說法文法 像這樣的十方世界 每一個世界的每一個微塵的任何一個突出點上 這個我就是指普賢菩薩 都相信 都充滿了無量無數的微塵數的諸佛 對於這麼多的諸佛菩薩 都一一遍禮 一一讚嘆 不可缺少 那十方身世的一切佛的每一尊佛 都有像大海那樣的深廣的無盡的功德 那佛的功德有三德 自德 斷德 恩德 對我們來說 所以我們要去讚嘆佛的自德 佛的斷德 佛的恩德 所以我們應該要來讚嘆 因為讚嘆這些諸佛如來的功德怎麼樣 就會把眾生都接引進來 眾生聽到怎麼樣會深信 這也是提醒我們怎麼樣 我們人跟人之間 我們說每一個人都是未來佛 所以怎麼樣 要練習得怎麼樣 去讚嘆每一個人 要用柔軟語來讚嘆每一個人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這個人我明明讚嘆不下去 你們知道嗎 讚嘆這一件事情 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改變整個世界 但是那個讚嘆是要你打從心裡面來讚嘆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碰過一件事 就是說 我真的在這個人身上發現不到這個人 有什麼好值得我讚嘆的 讚嘆是要打從心裡面喔 你不要給他隨便亂講喔 他一聽就知道你是不是打從心裡面去讚嘆 其實這個都可以練習的 你們知道嗎 比方說每天早上醒來 你們自己如果制定一些功課 你覺得說我今天要從我的真心裡面 尤其有時候是 就是跟對方可能會有一點不舒服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今天如果碰到他的時候 我要跟他講什麼 那個讚嘆語不是一直讚嘆他的什麼好的 就是你想要跟他講什麼 讚嘆他的 打從心裡面去讚嘆他的好 他今天做這件事你覺得怎麼樣 往正向的方向去想 因為我們說這個世界是由我們的心怎麼樣 蓋起來的 如果我們的心都是一直往好的方向 好的方向 就是往正向的方向 我們出來的世界就會是好的跟正向的 所以這就是鼓勵怎麼樣 我們用一些怎麼樣 正向的語言讚嘆的語言 我們這整個世界就會被我們改變了 再第三個是廣修供養 所謂的廣修供養 這一件事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先來看一下經文 乙珠最聖廟花曼 就是花曼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在印度就是一朵一朵花把它串起來 用花怎麼樣來供養 季月 像我這次去韓國我就發現到 哇 他們的 他們的法會 其實就是一個供養的法會 真的都供養 其實上面只有三個法師在那邊唱 底下人根本沒遺鬼 就是這樣一直看著 就讓我想到說 這不是我小時候在看那個野台戲 不就都是這樣子嗎 因為底下人都沒有遺鬼 可是你就可以看到底下的這些 菩薩們怎麼樣 他很恭敬怎麼樣 去每一個壇場怎麼樣 就是去供養 去投紅包 去供養 去投紅包 然後讓我看到一件最訝異的一件事是 連他們的方丈和尚 就一世裡面最高的那個方丈和尚 也到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壇去怎麼樣 去頂禮去供養 去頂禮去供養 就是那一場法會我就覺得 那是一個供養祈福的一個法會 那整場法會說真的 上面唱上面的 下面就一直在走動 一直在供養 一直在供養 就讓我想到說 我們法國山的總壇 是因為已經被我們修了一些了 一般的總壇也是這樣 就是那幾個法 內壇那幾個法是一直唱 然後旁邊就一直四處拜 旁邊有二十席 二十四席就一直拜 每一十席就一直拜 那裡面到底在唱什麼 他們也不知道 反正唱是你法師的事 我只要負責做供養就好了 然後這裡我最主要講的是祭樂 韓國其實他們有所謂的生舞 出家人就是跳舞生舞 或許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不奇怪 他們就是用 這種也是什麼 舞蹈供養 這也是一種供養的方式 也是用供養 祭樂供養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個壁畫 就是那個飛天 不是有人都會吹嗎 其實那也是一種供養 也是一種供養 祭樂圖香 香在印度是非常重要 就是現香 因為印度比較熱 所以他們比較尊貴的人身上 有一個層次的人身上他都會塗一些香 祭樂圖香即散蓋 散蓋 其實就是現在 本來是給高貴的人怎麼樣 遮面 防曬 擋風的 可是轉變成我們現在就是類似那個莊嚴劇 莊嚴劇 如是最聖莊嚴劇 就是指上面的種種 我以供養 諸如來 這都是指什麼 外在的東西 他用這些外在的東西來供養 最聖衣服 最聖香 就是用好的衣服 好的香 那在印度 他們的香稱為莫香燒香 這個都有 與燈竹 這個我就不再講燈竹 一一皆如妙高聚 妙高聚就是指虛弥山 就是說有這麼多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多就像虛弥山這麼大 怎麼樣都拿來供養怎麼樣 如來 但是呢你看喔 菩賢菩薩又告訴我們 以他所理解的聖解心 我以廣大聖解心 身信一切三是佛 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們要多講一下 或許你們會說 哎呀佛陀 為什麼要我們去供養這些東西 華曼啊 祭月啊 圖香啊 散蓋啊 這麼多的莊嚴劇啊 要來供養如來 如來需要我們去 去 供養這些東西嗎 不是的 來我們來看 諸佛功德它究竟已經圓滿了 事實上已經不需要這些供養物品了 但是 這個供養不是因為對方需要 是因為怎麼樣 我們修行菩薩道的人 我們需要 所以師父就告訴我們說 整個修行的一個過程 整個修行 其實它到後面是通的 對上要供養 對屏輩要結圓 對下要做布施 其實不管你 供養結圓布施 這都在講一個字 就是蛇 這就在講一個蛇 講到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又全部都通了 回向也是在講蛇 等下最後再講回向 慈悲喜蛇的那個蛇 也就是供養 對上字講的是不一樣 可是它其實都是同樣的事 供養結圓布施 其實這最重要的是 藉由供養他人 其實藉由成就他人 利益他人來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的什麼 一顆舍心 這是我們事實上在講 因為我們的眾生是顛倒的 眾生它其實凡夫眾生 處處著 不管聽到什麼 聞到什麼 想到什麼 那個念頭 那顆心就一直抓過去 這邊抓 那邊抓 那邊抓 抓很多 抓到怎麼樣 其實沒辦法得解脫 凡夫眾生是這樣 你看喔 有時候我們講話 聽到人家講一個 好像跟你的名字差不多 怎麼樣 那個心就這樣 過去抓過去了 可是你抓的到底是不是對的 不見得 凡夫就是這麼容易抓 因為那顆心沒有穩在一個地方 沒有細在一個地方 可是你看他這個 整個修行的一個重點 其實是在捨這個字 從你最外圍開始捨 捨到你每一個念頭 你都把它捨 所以也不會說我們碰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怎麼樣 抓得那麼緊 那就是你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們的國行法 不是時常這麼講嗎 不要用記憶來修理自己 為什麼說用記憶來修理自己 就是因為你抓得很緊 金剛經裡面講 這樣無助生心 生的是一個什麼心 生的是一個慈悲智慧的心 你要能夠無助 才有辦法生心 可是如果你處處抓 處處住的話 你生不了心 你生出了那個心 可能應該說都是煩惱心 那個跟整個修行是完全顛倒的 所以我們在講到布施這個地方 你看 其實又講到後來 又講到一個捨字 就是無助 不執著 那你看 這個供養 廣修供養 一則為什麼要供養 為什麼要節緣 為什麼要布施 一則就是報施眾恩 因為有時候 其實 我們最近 我不曉得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因為我們 前一段時間辦了一個 我們法師的 紅獎培訓 我如果講過 就告訴我 我講過了 在辦那個 紅獎培訓的時候 我去開場 我去開場就講說 法師紅獎是 紅髮為家務 立生為事業 我就提醒我們所有的法師 心不要擺錯 我們身為一個出家人 紅髮為家務 所以紅髮是每一個出家人 應該要具備的 立生為事業 那我們的手作和尚 就從我這個 紅髮為家務 開始做發展 結果他 一開始在講的時候 他就問了一句話 他就說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說 反正他講了很多 可是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就要我們稍微想一下 他說 從早上 我們從法谷山到 災民室去做培訓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他就要我們稍微問一下 問一下我們自己說 已經有多少人供養了 我們了 我不曉得這樣子講 你們聽得懂 聽不懂意思 最近熬夜 有時候我自己連講什麼 自己都不知道 覺得每天早上醒來 我們在接收到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一直以為 那是很理所當然的 可是有時候稍微想一下 其實這些 這些事情 這些東西 是多少人 對我們的供養 對我們的布施 對我們的結緣 我就指我們出家人好不好 我就指那一天 那天講了 我覺得讓我有一個很大的反省 我醒來的時候 我只不過去做了早課 早課完了之後 我就去搭車 欸 車哪來的 我車 法師們開車 送我到災民室去 去到災民室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沒吃飯 所以他們又趕快幫我泡個茶 不是 泡一個杏仁茶 喝了杏仁茶 一進去桌子就擺好了 就坐下來了 欸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了 欸 對啊 我去上一個課 欸 多少人幫我把所有的東西弄好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們說 我們要報恩 報恩 恩是報不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這一輩子來到這個世界上 真的能夠 真的想說要報什麼恩 其實就是把我們能夠做的利益切眾生 那就是最好的報恩的方式 你看 報侍從恩 侍從恩怎麼報 就是你多做這些供養 結緣 布施 第二個 捨堅貪 有沒有 捨 有的一些人 你們知道嗎 佛法裡面講英國 為什麼有些人會很有錢之後 之後又變窮了 你們知道嗎 就是他在布施之後怎麼樣 他開始後悔 會喔 有些人布施之後就開始後悔 你知道 布施本來有很大的功德 他開始後悔之後 那佛法講英國嘛 反正你用什麼心情去做這個布施 就是會怎麼樣 反正就是 就是 所以有時候喔 你本來很有錢 可是慢慢變沒錢的時候 你不要萬歎人家 那就是你在布施的時候 那個心態怎麼樣 沒有壓對 布施的時候還布施的 哇 好痛 我怎麼會布施這麼多東西 布施了之後還一直想要把我拿回來 這個就 小心喔 反正英國 英國不媚啦 OK 那第三個則是為了增 增長自己的福德智慧 那因為其實佛不需要任何的物質莊嚴 其實是因為眾生需要 因為眾生著向 所以眾生看到什麼 這佛菩薩莊嚴 他就會起歡喜心 就會想要來學佛 對啊 很多人為什麼到法谷山上去 他就是看到那個 對對對 那你為什麼來當義工 哇 這個環境太好了 所以他來了 這也是一個接引的方式 也有人啊 以前我們農產師很多人來當義工啊 你為什麼來當義工 這裡的飯菜太好吃了 對啊 這也是一種接引的方式啊 你先把它接引進來嘛 所以飯菜供養也是 這諸佛菩薩其實不需要這些供養的物品 可是可以把這些供養的物品再怎麼樣 轉出去 對佛菩薩的供養 其實是有這十種東西的供養 對出家中的供養 就是四種 衣服 飲食 臥具 醫藥 可是現在也不見得了 再來我們看 我以廣大聖解心 剛剛上面的這些都是怎麼樣 比較外圍的東西啊 你看喔 可是普賢普上他就說 以我所了解 了解所謂的真正的供養 身性一切三是佛 昔以普賢恨願度普遍供養 諸如來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在普賢普上 在華言經裡面的行願品裡面 它就說 諸供養中 法供養 罪 什麼叫做法供養 那我們一直在講 所謂的法供養 很多人以為說 說法就是一種法供養 是 也是 法供養它還有層次 一個就是所謂的說法 另外一個就是怎麼樣 你身體去力行 這個法 所以你看喔 在行願品裡面 它就講得很清楚 諸供養中 法供養是最上的供養 這個什麼叫做法供養 你看它每一個都是有動作的 第一個你看 所謂的法供養就是利益眾生 你去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那是最上最好的法供養 第二個是什麼 色受眾生 第三個是什麼 帶眾生受苦 我記得那個288的菩薩 我們水陸法會288的菩薩 我在告訴他們說 你們 因為他們叫做供養人 供養人 我說你們有沒有在帶眾生受苦啊 有沒有 你們一定會說法師沒有啊 他們走那一趟好多人想去走啊 可是你們知道嗎 他們培訓得很辛苦耶 那個走步伐 走起來不能動 只能走幾公分耶 這樣走耶 然後太陽那麼大 要在底下拿了一盆花 那一盆花 可能一開始拿很輕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走那條路 大概一個半小時耶 你知道他們拿的會怎麼樣 發抖耶 是不是帶眾生受苦 受一點小苦啦 也是啦 勤修善根 不捨菩薩業 不理菩提心 那你們知道嗎 像我們師父就會告訴我們 他說 什麼樣的人是一個大修行人 盡行獸做一個供養人 就是一個大修行者 盡行獸做一個供養人 這是師父對我們的 對我們出家中的一個期許 因為我們已經來出家了 那你們也是 你們比方說你們來到三寶地 你們這一天來到三寶地 當義工 你們這一天其實就是 供養給三寶了 你們知道嗎 那既然你們已經 把它供養給三寶了 哪有說 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這個 我要這樣的 我要那樣 你把你自己供養出來 今天你把你自己供養出來 就是你把你自己捨出來了 那還有我要怎樣 我要怎樣 如果每一個去當義工的人 都會知道說 這供養是什麼意思 其實他就會 比較自在一些 像我時常問我 有個學生 你每天在那天吃飯唱供養記 到底最後前面那碗飯 被誰吃掉了 被自己吃掉 那你為什麼還要唱供養記 那根本就是騙人嘛 什麼供養清淨法身 譬如真那佛 清淨法身是沒有形象的 他怎麼可能還來吃你這碗飯 供養什麼 圓滿爆身什麼 種種種 供養這麼多尊佛 可是到最後是被你這個 未來佛吃掉了 這樣可以吧 可是他這個供養 在告訴我們什麼 你在唱這個供養的時候 你怎麼樣 你要提醒你自己 我今天把我自己供養出來 我今天當一個什麼 供養者 一天當這個供養者 半天做這個供養者 我盡行受當一個供養人 就是最大最好的什麼樣 修行者 這個也是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不離菩提心 所以廣大最盛的供養 其實最主要就是法供養 那由於諸佛如來尊重佛法 所以你依著佛所說的法 能夠去實踐 這個就是怎麼樣 如說修行是真供養 而且是最上的一個供養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一件事 布施供養 功德無量 上上人啊 生氣佛法 所以他怎麼樣 用法布施以法供養 這個才真的是我們要的 就是說 道場它存在的意思 不是一直要大家 來 法師們會時常講 布施供養 可是這個布施供養 要請大家會聽話 那不是一直叫大家怎麼樣 拿財物來供養 財物來供養 其實你看 以佛法來講 那是屬於中下人 他對佛法的義理不清楚 他還不清楚法義的時候 正在入門的階段的時候 為了怎麼樣慢慢接引他們 所以讓他們從財布施開始 可是你看真正的法布施 才是怎麼樣 最上的供養 如果你願意去修行 願意去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讓這個世界更好 其實這才是最上最好的供養 這也是寺廟存在 他希望大家都能夠這麼做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離苦得樂 那這不是很好嗎 所以你們不要每次一聽到供養 就是說 喔 好 身上正好有五百塊 好 供養五百塊 也 供養五百塊好不好 好啊 當然很好啊 可是你不可以一直停留在這個層次啊 供養五百塊也應該啊 因為你做得到啊 你還要怎麼樣 這個是什麼 你還要再給自己积聚一些什麼 你看他這邊就講 上上人生氣佛法 所以我們要提醒我們自己 不可以一直停留在 才供養是應該的 也需要的 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 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訓練起 慢慢慢慢的 不可以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 如果一間道場 在教育他的信眾 都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的話 這個道場也有責任 這個道場也有責任 因為他沒有把正確的什麼 什麼叫做法供養告訴大家 而是最主要是你佛法道場的存在 無非是希望怎麼樣 大家都能夠來修行 大家修行的用意是什麼 都希望大家能夠離苦得樂 離苦得樂是你要自己去持見 才有辦法離苦得樂 這一點一定要去教育到大家 而不是只是要大家捐錢啊 你捐錢 捐錢好不好 很好啦 非常好啦 可是還有更好更好的 兩個都要一起做 其實在這邊我必須要強調一件 供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於在家居士來講 整個修行的重點就在供養 整個修行的重點就在供養 而且這個供養是從 它是所有的眾生都做得到的 所有的眾生都做得到 它就是 而且它可以 供養其實是因為它在練習那一份舍心 舍心 所以像我也時常會跟菩薩們分享 尤其是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舍 因為眾生其實習慣抓慣了 而且抓得很緊 你要它舍 不太容易 除非你已經練習了 可是偏偏又等到你 靈命中那一刻 你又要全部都要舍 我以前時常問菩薩們 你今天在路上 如果丟掉十萬塊 你會不會很難過 我丟掉一千塊就很難過了 因為我一個月只有一千塊 我那時候為了去 有一次去台中 因為時間來不及了 你知道嗎 就趕火車 用跑的 出家人不能跑 可是真的來不及了 用跑的 結果我身上放了一千塊 掉了你知道嗎 還好我馬上可以轉念這樣子 就告訴我自己 我以前一定怎麼樣 有欠人家一千塊 所以還人家了 就供養 其實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 今天你去銀行 領了十萬塊出來 你十萬塊不見 你會不會很難過 你大概會難過多久 很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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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有一點危險了喔 很久喔 我相信一定會 一定會難過 說不難過 我覺得那 除非他家裡非常非常非常有錢 否則像我們這樣一般正常的人 十萬塊 一定會很難過 那比方說 你又有車子對不對 你車子突然怎麼樣 開開被它撞了 或者車子被偷了 你會不會很難過 會喔 如果錢丟了 車子也丟了 然後怎麼樣 跟你最好的 你的 你的 你的父母親 或者是你的同修 又正好生病 一件一件事一直加過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活著的時候可能 這時候發生這件事 那時候發生那件事 這時候發生那件事 所以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空間怎麼樣 去處理去做調整 可是你們知道嗎 我們靈命中的那一刻是 同時 全部出現 你靈命中的時候 你知道你所有的錢 你一毛錢都拿不到 你的事業怎麼樣 一下子變成別人的了耶 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你的父親 你的母親 一下子怎麼樣 一下子 你不想捨 你走到那個時候 你怎麼樣 你全部都要捨了 你知道嗎 你不想捨 你說 我不要 不想捨 那你就慘摘了 你沒辦法投胎 就變成一個什麼 手撕鬼了 你靈命中的那一刻 你不想捨都不行 所以當我們在活的時候 我們要好好的修行的點 佛陀開了這麼多這麼好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是要去練習 而且這個捨 我們講布施是藉由成就他人 也在 藉由去利益他人 在成就我們自己 成就我們自己的什麼 那顆捨心 否則你想想看 你丟掉了十萬塊 你可能 難過了一兩個月 三個月 歐彌陀佛來接你的 你還跟他講 我的十萬塊 我的十萬塊 歐彌陀佛可能 搖搖頭 另外還有一個方便 這是開玩笑的 歐彌陀佛可能跟你講 我身上也有十萬塊 不曉得他會不會用這個方便 來跟你講說 那你跟我走吧 就是說 所以你們知道嗎 佛陀開了這一個 廣修供養 是一個非常好的法門 只可惜 我覺得因為 菩薩們可能對 供養這兩個字不清楚 所以可能一聽到供養 就會很緊張說 哇 法師又來募款了 道場又來要錢了 其實那是你們自己在培養 自己的福德資料 跟道場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道場一點關係都沒有 道場也只不過是運用 你們這樣子的供養 再把這個錢怎麼樣 對 再出去 我實際上跟我們的信眾講 如果你們捐錢 所有的錢都在那個道場 停著就不會動了 你們反而要緊張 如果你們看到這間道場 其實一直有在做一些事情 成就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其實你們為了要 培養更大的福報 其實怎麼樣 就要多更怎麼樣 做更大的一個供養跟布施 那個供養跟布施 都絕對不是只有所謂的才師 你來當義工 你提供你的智慧 你提供你的智慧 提供你的種種 那個都是布施 你提供你的時間也是 可是從這個地方 布施是一個很好修行的 一個什麼 核心點 但是就是你要抓對 借事賢禮 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每天提醒自己 就是要有一段時間 其實怎麼樣 要把自己供養出去 即使你在家裡都一樣 家裡也是道場 你們不要以為說 來到生團吃飯唱供養 所以我今天把我自己供養出去了 那我時常在講一件事 我們師父時常告訴我們 沒有這不是我們師父講 這是我講的 我時常在講 如果我們的信眾 到法谷山上才有辦法修行的話 這是我們法谷山最大的失敗 法谷山應該是帶回你的家 這個道場 法谷山這個道場應該是帶回你的家 所以你的家也是一個道場 你在你的家裡怎麼樣 你也可以當義工啊 對不對 你在你的家裡 你每一段 每天都要一段時間當義工 每天都要一段時間怎麼樣 可能你是爸爸你是老大 可是有一天你也要怎麼樣 有一個時段你也要把自己供養出來 當家裡所有的人的什麼 義工 這樣子你的家裡就會越來越好 在公司上班也是 我們整個環境就會越變越好 而不是只有去到道場才能當義工 不是的 所以這個廣修供養 其實是一件非常 你看喔 我不管在講理敬稱讚廣修供養 每一個法門 自己修行法門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一門深入 你只要願意一門深入 它從最粗糙的慢慢慢慢慢慢 你對那個經教如果清楚 會慢慢的到很維繫 但是那是自己的修行 那你怎麼樣 深入是應該的 你怎麼淺出 淺出就是一定要跟你的生活是結合在一起 自己修行是深入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自己修行本來就是應該要深入 可是你深入你怎麼去淺出 這個淺出一定跟你的生活一定是息息相關 完全整個結合在一起 像我們在學校教書 有時候在帶學生畢業製作的時候 學生做畢業製作都深入是沒問題 我總是問他深入是你個人的事 怎麼了 深入是你個人的事情 那你怎麼樣把它淺出 通常都不知道怎麼淺出 其實那個淺出就是 只要能夠跟你的生活結合在一起 那個就是淺出 跟你的生活沒辦法結合在一起 那沒有辦法了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唱偽業障 我喜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稱之 從生與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這個在我們第一堂課 唱偽法門概說的時候就有講了 唱偽業障是這麼的重要 我們說我喜 我以前所造的種種的惡業都是因為怎麼樣 貪稱吃 然後從外表的生與意怎麼樣表現出來 所造的種種我今皆懺悔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說 或許你們一定會講說法師我需要懺悔嗎 我相信我們一直在講懺悔法門 到現在你應該知道我們都需要懺悔 每天有意無意 睡覺之前喝個帳 倡悔今天 稍微去思考一下 就是今天做錯了什麼事情 請 因為如果你不懺悔它的話 就表示你隨喜它 它就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爭光 而且不只是越來越大 當你面對到這個勁的時候 你沒有那個力量怎麼樣去拒絕 這個才是最慘的 你沒有那個力量去拒絕的時候 就有可能就會一直在犯 這件事情會一直在處理 可是你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去喝者你自己的時候 那個喝者是有力量的 下次當你在碰到這個勁的時候 你比較會提高這個警覺說 不行 這件事情我不能再做 OK 你看喔 在主事們告訴我們 業不重不生娑婆 臟不重不為凡夫 所以我們今天在說佛世界 身為一個凡夫 就不知道造了多多多大 大大小小的罪業 我們那些罪業不知道是幾座虛米山 其實都不知道了 可能每一個人自己幾座虛米山 自己心裡知道 所以這也就是 我們能夠生而為一個人 其實也很慶幸 這都代表大家都是有那個善根的 就是在金剛經裡面講 你看 不止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重善根 以於無量的千萬佛所總住善根 可是不能只有靠這個善根 這個善根要去支量它 去支掌它 而且還要怎麼樣 還要自己還要努力的修行 才真的有可能怎麼樣 跳出這個輪迴 那經典裡面也講 凡夫舉心動念 無非是業 無非是罪 這在地藏經 所以說普賢菩薩才告訴我們 其實每天都要懺悔 那這懺悔有四餐禮餐 之前我們都講過了 就不再講了 而且你看 在經文裡面告訴我們 佛陀在律葬裡面告訴我們 大聖佛法 除了佛陀之外 是清淨的 其他的怎麼樣 都不可能是怎麼樣 清淨的 小聖除了阿羅漢國 所以我們凡夫眾生 不可能怎麼樣 不犯錯的 所以佛陀要開了這一個法門 讓我們從這個法門下手怎麼樣 入門 再來是隨喜功德 隨喜功德 隨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們知道嗎 我們來看隨喜它重要在哪裡 十方一切諸眾生 二聖有學及無學 一切如來與菩薩所有功德皆隨喜 這在講什麼 這在講十方所有的眾生 那這眾生裡面怎麼樣 不管是如來菩薩 二聖有學無學 無學就是阿羅漢 有學就是指什麼 就指我們這些眾生 或者是出國二國三國 這個都還算是二聖的出國二國三國 這都還算是有學 這些眾生們所做的所有的功德怎麼樣 都隨喜 通常我們人 我們人 會為自己做 有一些 感覺到自己 幸福感 或者感覺到自己做做了什麼 會覺得很歡喜 或者是家裡的人 有什麼好的 你會隨喜 可是通常對於我們不認識的人 或者是對於我們很討厭的人 會去隨喜讚嘆很難 那隨喜其實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人有福有得 不管是誰 不管多少 雖然不是我自己的功德 我也一律感同身受怎麼樣 心生歡喜 去做這一個隨喜 那絕大部分的人 有時候在隨喜的時候 都還會 比方說這個人今天考了 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不會 不知道要隨喜 反而還會怎麼樣 去毀棒 或者是酸溜溜的 很棒 也不過才這樣子 那個都是話中有話 其實你們知道為什麼要隨喜嗎 因為我們人的一輩子有限 我們學的東西是有限的 可是法門無量要誓願學 有時候有一些東西我們這一輩子學不到 下輩子會不會學得到 會喔 可是我們去隨喜它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未來去隨喜讚嘆它 它有這份功德我們也有 未來我們在學這些法門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怎麼樣 就進入了 有時候我們在學一些事情 怎麼學障礙很多的時候 那都是以前我們沒有去隨喜人家 我們不要講說我們去障礙人家 我們連隨喜看到人家做得這麼好 做得這麼成功不會去隨喜它 有嗎 反而來說有嗎 只不過才這樣子 你知道嗎 這種心理一出現的時候 未來我們一樣去成就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容易 你看佛陀告訴我們隨喜功德 就是他做了這麼多好的事情 我們隨喜我們也跟他同樣有這份功德 我們反而不做反而怎麼樣 心裡要酸溜溜的 可是這就是我們凡夫眾生 我們的心本來不是這樣的 可是就是被這個大環境 我們整個訓練都是錯誤的 訓練到我們的心變成這樣 我們現在是因為修學佛法 聽到佛這麼有智慧的怎麼樣 開示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心慢慢轉過來 所以一開始的隨喜讚嘆可能是怎麼樣 有一點有一點硬硬的 可是沒關係 練習 練習 看到人家做什麼 隨喜讚嘆 隨喜讚嘆 那你們一定會說法師怎麼隨喜讚嘆 天啊你連隨喜讚嘆都不會 回去練習練習 練習練習 有沒有人要舉這個手說法師怎麼隨喜讚嘆 應該沒有吧 應該都會嘛 有的人真的不會隨喜讚嘆 我就真的碰到一個人 他就是 他不管講什麼都是挑你毛病這樣子 然後挑你毛病他還蠻得意的一件事說 如果沒有我的話 你活動可能辦不了這麼好 對我來說對啦是是是 沒有錯 可是就會 就是覺得說 哎呀很可惜 非常的可惜 那你看嘛 師父就告訴我們 我們通常 對於我們自己的朋友 或比較親近的人 就是他做一些什麼好的事情 我們也會怎麼樣 會想要分享 跟他一樣感同這個身受 非常的歡喜 可是我們對於陌生的人 甚至不認識的人 甚至我們討論的人 有時候就會丟出一些話 那有什麼了不起的 如果是我 我可能做得更好 還是怎麼樣 其實這都不是隨喜讚嘆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隨喜讚嘆 未來我們在修這個法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進入 因為生命有限 哪一輩子會修這個法 我們不知道 那師父其實也這樣子告訴我們 他說能夠見聞 得福隨喜的人 一定也是一位有福報有智慧的人 因為你把他的福報 變成是自己的福報 你把他的智慧 變成是自己的智慧 所以你們看 隨喜讚嘆多重要 隨喜讚嘆多重要 可是是要打從心裡面 那個就是去練習 去練習 有時候你明明講不下去 你也要去練習 因為我們的心 我們說這個世界是顛倒的 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都是顛倒的 我們現在是要想辦法 把我們的心怎麼樣 再顛倒回來 我以前在上課的時候 很好玩喔 我就曾經問 在送出有一位大師 叫永明岩壽禪師 認識這位禪師嗎 他一天不是要做108件佛事嗎 念佛要念8萬聲到10萬聲嗎 對不對 他念佛喔 念到10萬聲到8萬聲 他無時無刻都在念佛喔 可是他還是要應對所有的客人 還要再做其他的什麼 107件佛事 他其中有一件佛事 怎麼樣 持大悲咒 那他怎麼做的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他怎麼做 你們知道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你們知道嗎 從哪裡看得出來 從早晚課裡面看得出來 我是讓你講給我的學生聽 你看我們在那邊做早晚課的時候 嘴巴唱得很熟喔 尤其是背得很熟的人喔 楞言咒啊 思小咒啊 歐密頭經啊 八十八佛 可是你看喔 每一個字都不會唱錯喔 可是你知道嗎 你腦袋可以繼續打別的妄想 早晚課做完之後 你有一個案子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 你看你是可以同時運作的 有沒有發現到 那為什麼打妄想可以同時運作 用方法就沒辦法同時運作 你有沒有發現到 有沒有發現到 早晚課他唱送的時候是在怎麼樣 嘴巴也是在唱對不對 可是你腦袋怎麼樣 可是你腦袋怎麼樣 你可以一直運作 你有沒有發現到 所以其實我們的心 也就是說都被帶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我們現在要再把它帶回來 你知道嗎 再轉回來 其實我們都做得到的 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看有時候我們在持咒的時候 人家在跟我們講話 我們的咒就斷掉 還是我們在想什麼事情 咒就斷掉 可是你看喔 我們在做早晚課啊 念佛啊 還可以念佛邊想很多的東西 那個都是 所以現在我們要花一點力氣 再把我們的心整個轉過來 這個叫隨喜功德 隨喜功德 你看喔 菩薩講的隨喜功德 就是不論凡勝 不論多少 我們都去隨喜 大善事有大功德 當然可喜 可是怎麼樣 不做惡事 做小功德 亦當然隨喜 其實這個 我記得我有一個師兄很善巧 非常的善巧 我因為剛去出家的時候很麻煩 事實上做錯事情了 你知道我那個師兄怎麼 連一直在做錯事情的我 你知道他怎麼樣隨喜讚嘆我嗎 我每次一做錯事情 我就很緊張跑去找他 說怎麼辦師兄 我又做錯了 好緊張喔 因為那時候剛去出家 一直怕被師父趕出去 什麼都不怕就怕被趕出去 你知道我那師兄怎麼告訴我嗎 唉呀 我發現到 其實你進步了耶 我說我哪有進步 你看我又做錯事情 我說不會啊 你看 你以前大概喔 兩三天就來找我一次 你這次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耶 不錯 繼續努力 喔真的喔 我有超過一個禮拜了 好 是的 回去繼續努力 欸 這是不是隨喜讚嘆 不能講隨喜讚嘆啊 他就是也給你一個什麼 正向 往正的方向去啊 那也是啊 隨喜讚嘆喔 喔 所以我覺得喔 就是他不做惡事 或者是他真的是有一些進步喔 我覺得我們都要去隨喜他 有時候我們去隨喜一個人的時候喔 你們知道嗎 或許他走到人生的最低潮 因為我們一句隨喜的話 把他給帶上來 不要吝嗇 不要吝啬 我们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尤其是现在的人 因为都活在一个 网络的世界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比较少 网络的世界都是一个虚幻 对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很不爱惜的 所以尤其是那个抗压性非常的低 所以有时候我们几句的话 可能就会怎么样 让他脑筋一转 一条命就救回来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了 OK来 再来请转法轮 第六个是请转法轮 十方所有世间灯 世间灯 其实指的就是佛法 因为这个世界 我们师父讲信佛学法 近身三宝万事明灯 这个明灯非常的重要 我实际上在讲 我们现在是因为修学佛法了 所以我们可以活得比较直在一点 可是我们有时候出去看一下 这些苦难的众生 真的有时候出去看一下这些苦难的众生 会觉得他们真的好苦 非常的苦 可是他们又不知道他们的苦 你知道吗 想要把他们给拉出来 他们又一直想要往里面走 真的是 佛法虽然在台湾好像很圣 可是你们知道吗 还是很多人接触不到真心的佛法 就是十方所有世间灯 就是指的 佛法的这张明灯 最初成就菩提者 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成就菩提者 我经一切皆劝请 转于无上妙的法轮 就是请佛怎么样转法轮 所有的佛法 都是能够让众生怎么样 离苦得乐 所以怎么样 劝请 所有的一切诸佛 能够怎么样 说法 说法能够怎么样 广度众生 让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其实这个是佛法 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最主要的目的 也请各位菩萨们 你们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了 就是说 你在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 如果发现到说 你越修学越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应该要 稍微停一下 佛法是让我们离苦得乐 怎么会越修学越痛苦 到底哪里弄错了 哪一个观念 其实没有解开 那当然 他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因为就像 以前我们有一个法师 他们家是种田的 他就说 小树苗啊 本来是乱长的 可是你要让它 长到一个过程的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他会去绑它 在绑的那个过程 可能会比较辛苦 可是他长到一个程度之后 就会这样整个绑起来 在绑的那个过程 可能比较辛苦 可是他应该是 尤其是你一个 修学佛法的人 修学了五年十年 应该感觉到 那个路是非常的开阔才对 那个是稻吃甘蔗 可是怎么会越修学越苦 那个就是走法有点奇怪了 那个要稍微了解 要稍微再去核对一下 到底是自己不够精进用功呢 还是说哪里方法用错了呢 那秦砖法轮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一开始成佛的时候 他一开始成佛的时候 其实本来佛陀是不准备说法的 那魔王看到他 他已经成佛了 就赶快来劝他怎么样 进入涅槃 那这时候怎么样 犯天 因为犯天的生命非常的长 哇 好不容易让他等到 在这个苏博世界 有一尊佛成佛了 有一个人成佛了 所以他就赶快怎么样 因为他那时候也感受到 释迦牟尼佛 动了一个念头 这佛法甚深甚深啊 这些众生们听得懂吗 万一听不懂又棒佛 又棒法又棒身 让他们更怎么样 没办法接触佛法 所以佛陀本来一开始 他是真的有准备怎么样 不想要说法 那后来是犯王怎么样 赶快下来劝请 就是下来请法 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法 这众生很可怜 所以你们知道吗 现在我们的法会到最后 都会摘天 最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摘天不是拜提公 你们不要把摘天跟拜提公 变成是一样 拜提公是我们民间信仰 拜天是所有的宗教 原始的宗教一定都有 因为人们对未知怎么样 不清楚 所以全部怎么样 就全部归缩到天去了 所以原始的宗教 一开始跟天一定都有关 可是我们的摘天 其实不是拜提公 我们摘天最主要是 感谢怎么样 感恩啊 如果没有犯王怎么样 下来请佛说法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佛法的 我们一场法会再办 或许大家都会说 有义工啊 有法师啊 有内户外户 所以可以成就一场法会 No 我们今天这场法会可以成就 最重要 这一些护法 护法神们 护持的这个佛法 才能让我们怎么样 稳稳的 有办法 在这边修学佛法 那另外一个普贤行愿 里面的青砖法轮 的意思就是说 大圣经中佛陀说法 都是由菩萨怎么样 代表大众请法 这最主要是怎么样 表示怎么样 尊敬佛法 尊重佛法 那我们一再强调 就是说 你有一分的尊重 有一分的恭敬 你就能够得一分的利益 有十分的尊敬 十分的恭敬 你就能够得到 十分的佛法的利益 所以我们说 法从恭敬中求 那最主要请佛转法轮 其实最主要 佛说的法灯啊 就能够让众生怎么样 转名成物啊 这也是最主要 就是让众生能够 离苦得了 转名成物 这也就是让 为什么要劝请诸佛 转妙法轮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请诸佛 菩萨转法轮 甚至怎么样 主师们 我们也是请主师们 还是有一些高僧大德 请他们都要转法轮 再来是 请佛注释 诸佛若遇事涅槃 这个诸佛 若遇事涅槃 我希致诚而劝请 唯愿久住 刹成节 利乐一切 助众生 就是诸佛如果要 而涅槃 这普贤菩萨都会去 劝请他们 其实不要涅槃 希望能够久住 在这个 这个世界 能够说法 利益一切众生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有佛注释 跟没佛注释 有主师大德注释 跟没主师大德注释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甚至有高僧大德注释 这个都是 会让那个地方 其实很稳定 非常的稳定 社会变得祥和 有佛注释 众生之福 所以普贤菩萨 也要我们一样 学他们 劝请 所有的诸佛 没入涅槃 还有所有的主师们 所以您看 近代的几位高僧 有时候 他已经决定要走了 他的弟子 都会跪下来怎么样 请师父稍微 不要那么快走 所以有时候 师父想想 也会留寿 继续留寿 就是留到某一个程度 看怎么样的状况 就在走 我也曾经听过一位 不过他现在已经舍抱了 他的弟子 有一次也是跪下来 请他的师父 不要那么早走 他的师父就说 好 你们有谁出来 发愿修 波咒三昧 波咒三昧不是人修的 我先讲一下 结果他们里面 没有人敢出来 修波咒三昧 他师父就说 好那我决定走了 波咒三昧很辛苦 90天 三个月 要一直走 不能睡觉 不能睡觉 要一直走 一直念佛 一直走 一直念佛 一直走 一直念佛 一直走 那个一个人修 波咒三昧 要三个人互持 因为通常会在哪时候睡着 就是去上厕所的时候 坐下来蹲下去 一睡着 马上去把他摇醒 不能让他睡觉 那要一直走 OK 那事实上请佛注释 释迦牟尼佛的摄身 其实在距离现在 2500年前 已经能够 已经灭盘了 那我们还请佛久住 这是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的 那事实上请佛注释 不是只有在佛时代 要请佛注释 因为佛陀曾经一再地 告诫 所有弟子们 身当依法注 依律注 又说戒律 戒律的毗尼注释 能令正法久住 也就是说 身在 律在 法在 等于佛在 所以要请佛注 要请佛 所以在佛事的时候 要请佛久住 佛灭后也要请佛久住 那怎么样 那请佛久住 就是要有身在 律在 法在 那你们一定会说 这个 我记得以前 我师长跟 我们的法师 我们的师父跟我们讲 佛法怎么样 在我们的身上 不会灭掉 就像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的师父 会是禅师 当时候 智者大师在 三十出头的时候 会是禅师 就跟智者大师讲 他们是师徒 就跟他讲 莫做最后 断种人 就是佛法的这盏明灯 不要在你身上断掉 我记得 我们师父在 快七十岁左右 因为我们施工育员 我们师父七十岁往生 那我们师父在七十岁那时候 生了一场大病 我们师父那时候也 也告诉我们 他说 佛法在我 那个我是指师父 师父说 佛法在他的身上 没有断掉 因为他怎么样 有身团 收徒弟 他好好的把佛法 怎么样传出去 可是他当时候就指的 我们这群出家众说 指的我们这群出家众说 佛法在你们的身上 会不会断掉 师父说 他就不知道了 哇 大罪人 大罪人 不过那是我整个 出家的过程 一个很大的专类点 因为我就会 一直思考一件事 佛法在我的身上 怎么样子 不会断掉 后来你们知道 我想到什么吗 我想到说 原来我只要 能够去实践佛法 佛法在我的身上 就不会断掉 那个就是 我们刚刚的法供养 如果在我的身上 能够去实践佛法 佛法在我的身上 就没有断掉 所以如果你们是 姐妹同来 夫妻同来 还是好朋友同来 两个人 如果只要一吵架 就赶快提醒对方 看谁先提醒对方 佛法在你的身上 已经断掉了 所以这边 也是提醒大家 希望 我们都是一个三宝弟子 我们当然都希望 我们自己 佛法在我们身上 都不要断掉 因为断掉的话 那真的是 很 最大的一个 这真是一个大罪人 来 再来 第八个 普接回向 所有礼战 供养福 这个字应该是福 现在我们都念成佛 所有礼战 供养福 不是 请佛注视 转法轮 随喜忏悔 诸善根 回向众生 及佛道 这个其实 这在讲什么 就是把以上所修的怎么样 一则 礼敬诸佛 有没有 礼敬 二则 称赞如来 有没有 礼战就是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三则怎么样 广修 供养 有没有 四则 忏悔业障 五则 随喜 公则 六则 请转 法轮 七则 请佛 注视 他其实这三句话 就是在讲 前面所修的什么样 种种的功德 怎么样 全部都 回向众生 怎么样 成佛道 回向众生 及佛道 就是回向 所有的众生 怎么样 成就这个 五上菩提的一个 智良 再来 那回向 其实有好几个层次 其实这个回向 这是又不同的讲法 回向跟布施 也是一样 就是把我所修的怎么样 全部捨出去 回向给谁 所有的众生 把我所修的 把我刚刚所修的 一则礼敬公 诸佛 二则称赞如来 三则广修贡养 四则畅悔业障 五则随习公则 六则清转法轮 七则请佛 注视 怎么样 全部都回向 那这回向 有几种回向 这也是我一再强调一件事 有时候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这我好像在第三堂课我就有讲了 有时候我们在参加一场法会的时候 法会最后不是要回向吗 我们总是又回向 整个法会在修行的时候 原本就是要去掉一个我之 可是我们最后在回向的时候 总是在怎么样 回向给我的 到最后那个我反而抓得这么紧 比方说 回向给你们的小孩 考试考得好 回向给你们的先生 事业做得顺利 回向给你的 回向给你的妈妈 身体平安 回向给你的什么 好不好 好 可是怎么样 你不能只有停留在这里 因为停留在这里表示你抓得很紧 你要怎么样 一直回向出去 所以你看回向他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是回几向他 我们刚刚所讲的回几向他 就是跟人家分享 把你所修的种种跟人家分享 第二个是什么 回凡向圣 希望你自己怎么样 现在是一个凡夫 可是怎么样 你希望能够见贤施起 希望能够跟所有的圣人一样 第三个是回小向大 第四个是什么 回一切功德 回一切功德 像怎么样 无上的菩提 把我们所修所有的功德 回向怎么样 无上菩提 这个才是真正最好 最上的一个修行 那你们或许会说 法师那我不要回向给我家里的人好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有一个着力点 回向给家里的人 对不对 对 可是不能只有停留在那里 你要慢慢地扩大出去 否则你那个还是抓得很紧 你如果对你的小孩 对你的同修 对你的什么 抓得那么紧的时候 你抓得越紧 以后你是越难走 应该是这么说 等到你 你命中那一天的时候 一样的全部都不在 不管你先走 还他先走 所以平时就要练习地慢慢怎么样 舍 慢慢地放 慢慢舍 慢慢放 等到那一天到的时候 你就会很自然而然地怎么样 去 因为你这一生已经圆满了 你要圆满你下一个阶段 你很自然而然就可以走到另外一个阶段去 愿将以此圣功德 所谓的 这个圣功德 就是指 回向无上真法界 其实这句话在讲什么 回事怎么样 向理 愿将以此圣功德 就是指前面这八个 这个是指事 我们 事是哪一个事知道吗 事这个是理 整个佛法的修行在讲事理 戒事贤理 凡夫是抓着那个事 事相 等一下后面这一句话也是在讲 性相 性相 其实要讲的是在讲事理 二弟 输弟 怎么样 真弟 那个都在讲事理 我们一个一来看 愿将以此圣功德 回向无上真法界 就是什么 回事向理 这个是什么 或许大家会讲说 整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借事贤理是很重要的 我们凡夫众生怎么样 抓着这个事相 不好意思 我都会举我们生团的例子 我们生团的法师听这个课 不知道会不会把我case这样 我们不是都要当香灯吗 你们知道什么叫香灯 知道吗 每天早上都要上香 供水 我们早期的法师们就时常来问我说 国海师 到底是要供茶水 还是要供白开水 那个香到底要供利香 粉香 卧香 就讲了一堆 到底要供哪一个 哪一个比较好 他说要供茶水 他说要供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这个都叫有为法 这个都叫做事相 凡夫抓的就是这个 你只要一抓这个的时候 那个一定是烦恼的 因为 好 我们说供水 为什么要供水 白开水 白开水代表什么 代表清净 最主要是用你那颗清净的心 怎么样 来供养三宝 每天 那你说 好 那供茶叶水 可不可以 茶叶水在讲什么 觉醒 那这告诉我们怎么样 你要有一颗觉醒 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 就在这一颗觉字 所以他怎么样 借这个事来显背后那个理 那凡夫众生 不知道那一个理 所以他这个事抓得很紧 所以容易起冲突 可是呢 那恶圣人抓这个理 抓这个理的时候怎么样 他没有那个着力点 就会变成是一个顽空 所以怎么样 佛法里面告诉我们 虽然佛教的目的讲空 也就是说那个理 那个理讲的是空 可是 应该是这么说 愿将以此生功德 回向无上真法界 这个什么叫做真法界 所谓的真法界 其实就是佛法 佛教最后的一个真理 就是正德二空的真理 这二空就是什么 我空跟法空的真理 那这个所谓的 这个真理其实是离名言的 这不是我们现在能够 讲出什么叫做 它就是因为离名言 离心原相 就是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最后把它标出一个名字 叫做真法界 那如果说我们抓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 用言语来形容 可是怎么样 还是要有一个着力点 但佛教的真理 虽然它没有形状 但是它也没有离开 这个世间的现象 所以我们才说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是怎么样 借事去显背后那个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凡夫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背后那个理 不知道我空法空的这个理 所以他抓的这个东西 事项抓得很紧 事项你抓得越紧 你就会吵得越凶 对 错 是 非 有 无 禁 够 什么 恶分法就出来了 那个就是什么 分别心种种就出来了 那事实上 其实佛法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理 它没有离开这一个现象 我们讲真空妙游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后面的二地融通再来讲 所以慧能大师他才这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解决 离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角 佛要的目的讲空 其实最主要不是要去空掉 好像什么都没有 不是 最主要是在空掉我执跟那个法执 其实并不是要否定这世间的万物 这个我们要先讲清楚 那再往下看 其实这三句讲的都一样 再来是性相 性相 其实这又是一个二分法 性相其实应该是融通 佛法即生前 这个就是讲三宝 可是它重点是在讲前面的性相 性其实就是所谓 我们可以讲理事的理 相就是那个事 我们的 其实它也不是二分法 二地就是什么 俗地跟真地 或许我们也可以讲 相是俗地 性是什么 真地 可是你性相 你能够融合 刚刚我们有在讲 佛法里面 它虽然 它佛法的究竟真理 可是它并没有离开怎么样 这世间的现象 所以我们说怎么样 真空啊 妙游啊 真空如果没有妙游 它不称为真空 所以我们说 世间种种的现象 是从哪里来 从宫里面生出来的 真空妙游 它的体用 体用 我不晓得大家这样清楚吗 体用的一个 一个 应该就是说 它的一个作用 怎样 它是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 它其实是不能分割的 一体的两面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 所以 凡夫众生 执着于世 二圣人 执着于空 那个空 变成是一个顽空 也唯有大圣的菩萨 怎么样 才有办法 性相融通 二地融通 你有办法 二地融通的话 就怎么样 那个就是三昧印 三昧是什么 就是定会等词 所以你看 他刚刚 前面一直在讲 一直的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怎么样 讲到这个地方 他开始告诉你 是礼 是礼 性相 二地 可是这都是二分法 可是他告诉我们怎么样 其实二分法 就是凡夫跟二圣 可是怎么样 这个都不是究竟 真正究竟是怎么样 要能够融通 那个就是一个大圣的菩萨 这个地方 大家稍微可以想一下 如是无量的功德 如果你能够二地融通 二地能够融通的时候 就 画像的三昧 这个无量的 能够用二地融通 这样的概念 去修以上的种种种种种种种的福德 这样的功德就会非常大 这些功德就像海这样的 就怎么样 把这些功德全部都回向 再来 所有众生生口意 见祸谈磅 祸法等 这句话是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众生 邪见的众生怎么样 生口意 有时候有意无意 总是不信因果 广照重罪 但是今天以 怎么样 而且这个广照重罪 是造了哪些罪 见祸 谈磅 我法等 就是会怎么样 磅 磅三宝 会去磅三宝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众生 有时候心 迷 所以怎么样 口会去谈磅三宝 身体会去造这些杀到瘾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十二页 一起这些贪嗔痴 不信因果 广照重罪 但是怎么样 我现在所修的 所有的功德怎么样 全部回向 而且是回向 不是只有回向自己 是回向所有的众生 希望历劫所有的业障 都能够消灭 不是只有回向给自己 或许大家会说 法师 那为什么 我们所做的功德 可以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令众生也能够怎么样 他的业障都能够消灭 是的 在《华严经》里面它讲 心佛众生 伤无差别 心佛众生 伤无差别 再来 最后一句了 结怨无尽 乃至虚空 世界禁 众生 集业 烦恼静 如是 事法 其实它这个事法 是指哪事法 就是 虚空 世界禁 众生 众生 静 还有什么 业禁 烦恼静 就是这事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事法是讲什么 经里面 告诉我们 虚空 戒禁 这就是指这事法 我愿 乃静 虚空是不可能静的 然后众生的业禁 众生的业 也不可能静 众生的烦恼静 我愿乃静 而众生的戒 乃至烦恼 无有禁固 所以怎么样 这十愿怎么样 也无有静 念念相去 无有间断 所以怎么样 这就是师父 讲的 虚空有静 我愿无穷 虽然它讲了那么多 乃至虚空是借静 众生 疾夜 烦恼静 如是释法 广无边 怎么样 愿今 回向 亦如是 这真的是 主师大德 你们知道吗 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 就是在修一个 没有我值 你看 当一个人的心量 已经可以 大到这种程度 虚空有静 我愿无穷 虚空有静 你看那个 自我是小到 什么程度 那你们知道吗 我们说 业力 我们人 要去转业力 什么样 做什么事情 可以去转业力 就是一个人的愿力 一个人愿意 去成就所有的众生 这个愿力 可以去改变 我们的业力 愿力是比业力 更大的 所以为什么 一直要鼓励大家 发愿 我记得 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 都会提醒大家 要发愿 就是说 因为在学校 有时候会讲一下 高生传 就会发现到 高生跟繁复 最大的差别 就在发愿 高生好会 就是高生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们很 很会发愿 但是他们发的这个愿 是这样 他们不会想说 我要发什么愿 不是 他们是看到 当时候社会的状况 什么事情 应该谁来做 他不会先想到自己说 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这件事情 他不会考量 他一定是先考量 这件事情 众生需不需要 众生如果需要 他就怎么样 一头栽进去 他不会先考虑自己说 这件事情 我好像做不到 不会 那个愿一出来之后 说的因缘怎么样 就出来了 其实这个就是在讲 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南谋 最后就是 南谋大恨普贤菩萨 南谋大恨 我们就要称三次 因为其实这个 后面其实就是从普贤 就是华言经里面的 行愿品里面出来了 那为什么要称 大恨普贤菩萨 修无尽的供 供无尽的佛 称为大 那 诸行 请坐 穷结不倦 约行 这个就是在讲 普贤 菩萨的一个 一个行门 他是怎么做的 这也就是要我们怎么样 要来学习普贤菩萨的 那最后就是称颂 普贤菩萨 三称之后就结束了 也是要我们学习这个 普贤菩萨 就是 修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好 那我们 就是稍微 大概讲了一下 就把我们这一期的 这一个月的 这一个月的四堂课 就是八十八佛 稍微也是有逐字的讲 逐字的讲 就是希望未来大家在上 我们说我们在诵经 还是在办法会的时候 一起参与共修 其实嘴巴 只有嘴巴唱 那个叫做修指 修指 修指 最主要其实是要 定会要等词 你的 定 应该说你的指的功夫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的会就会出来 你的会就要出来 那你那个会出来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你要会去观 所谓的观的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对内容是清楚的 而不是只有嘴巴动 嘴巴动 你对里面的清楚 你没有办法怎么样 就是 从这个文字去观 它里面的内容 你没办法从这个文字 去观它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落实 在你的什么 生活上面 它是有一个层次的 那你有办法怎么样 借由这一个 你在法会 进行法会的过程里面 修指观是同时的 指观就是你的心 是细缘在这边 可是你怎么样 宋奇文 你还有办法施其意 你有办法施其意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落实 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 否则你只有嘴巴念啊念啊念 那个只是你的心 有一个依止的点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里面在唱什么东西 那我想最后还是 还是祝福大家 这个是师父 在师父那边看到的 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 我发现到这两句话很重要 入圣法门啊 经作基 这个是上个礼拜就有跟大家讲过的 所以经典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这个经典 最主要是你怎么样 入圣 成圣成贤的这一条大路 它是一条怎么样 痕迹啊 我们要跟着走 庄严新地 戒为师 这也是告诉我们的 戒啊 我们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就有讲 戒是一个地基啊 这个地基没有打好的时候啊 你说你要成圣成贤 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地基你能够打得稳之后 你上面整个方子 你的定位要怎么修 才有可能稳稳的上去 好 我想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边 OK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